副次序部提 随说世经乃至四句记等 当之此处 一切世间天然阿修罗 接应供养 祝福他庙 少了一段 算了也不重要 下面再来赞叹演说经典的地方 以及持从经典的人 这也是说呀 人并没有尊卑 地方也没有贵贱 只要经典在哪里 哪里就是风水宝地 只要道在谁身上 谁就是贵人 你看像六祖就是一个例子 人并没有尊卑贵贱 英雄不论出处 六祖什么出身 但是人家不这样成的祖师 为什么 人家有道 道在谁身上 谁就是贵人 那经典在哪里 哪里就是宝地 你看南华寺 就是穷乡僻壤以前 谁知道那里呀 但是六祖王那一待 那就称得风水宝地了 现在都称得什么景区了都 随说世经 随说就是人不分贤胜 你反复也好 你反复也好 圣人也好 道理也不论前后 你说前面的道理也行 说后面的道理也行 你所说的文句也不限定多少 你说一句也可以 说四句也可以 你所说的地方也不居闹静 你说闹事也可以 山林也可以 你只要用无所得的心 为人开始演说 那么这个说法的地方 就是如来的全身舍利 就好比佛的真身塔庙一样 一切天人龙神都应该恭敬供养 就像供养佛的塔庙 没有任何两样 供养有十种 一是供香 烧香算是一种 供花是一种 灯也算 水果也算 茶也算 饮食 宝物 宝物就钱了 衣物 你随便供养一样都可以 不是说这十样全部供上 供养也不拘多少啊 你只要有恭敬心 都有功德 茶那是印度文化 翻译过来叫庙 合起来就叫塔庙 也叫方坟 就是正方形状的一个坟 圆种 圆种呢就是一个半圆形的墓 寺院也叫寺庙 都是这么来的嘛 寺庙嘛 庙就是塔的意思 寺庙寺庙 你就不能说 佛教的寺院不能叫庙了 那都是外行画的事情 佛塔有四种 一是生树塔 就佛出生的地方 这叫生树塔 第二是承道塔 它承道的地方 第三是转法轮塔 就是它讲经说法的地方 在这里盖了一座塔 这叫转法轮塔 四是涅槃塔 它原寄的地方 修的塔 这叫涅槃塔 现在我们说经的地方 就是转法轮的地方 所以说应该恭敬供养 如佛塔庙 就是讲经说法的地方 就像佛的塔庙一样 何况有人竟能读诵受持 当徐古地 当真是人成就罪上 第一稀有之法 你前面随便受持一首祭诵 上前都有人天供养 恭敬如佛 何况你受持读诵 全部经典 乃至为人解说般若 这种功德 哪里会有限量 所以佛告 徐古提 摩赫波日波罗密 十方三世 无有比 最尊最上 最第一 如果有人受持读诵 此经 并且为人解说 一之而行 那你就等于 供养十方三世 一切佛 将来决定成就 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超过世间所有众生 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就是摩赫波日波罗密多 你看 金刚经也说自己最上第一 法华经也说自己是精中之王 孟严经也说是精中之王 华严经也说他是精中之王 你到底哪个是呢 那都是 那都是那就都不设了 你也是王 我也是王 大家都称的王 那还叫王啊 那你不设了就 因为波日法门啊 包罗空有涵盖一切啊 而且他的见解超凡月圣 无欲文等 波日法门就这样 超凡是超越凡夫 月圣的概括二成 圣是指声闻罗汉 他的见解能概括二成啊 超过罗汉 你别看你是凡夫 你学了这见解 你的见解超过罗汉 不但超过罗汉 包括超过你教内 各大宗派的人 所以说到无欲文等 能生十方三是一切佛 你假如离开波日 绝对没有成佛的道理 当然了 如果你离开持戒 离开产品 你也没有成佛的道理 现在只是突出波日的重要性 你尽管持戒 忍辱产品 一个比一个重要 但是你再重要 你们加起来也没有波日重要 现在只是就这个方面说 所以假如你离开波日之后 绝对没有成佛的道理 所以你不管什么法门 你都不能违背波日 不管你说空所有的 你都不能违背波日 你都要先过波日这一关 说白了就是你要先过三论这一关 你再抬着上其他的 如果你连中关三论这一关都过不去 你还执着一个无因之果 执着那些断肠邪陷 你说什么呢 你什么都别说了就 你更不要说你悟了 明白了 你即便念佛往生 你也要明白无声法人 你别看净土法门是讲有的是修念佛的 你的最终目的也要明白无声法人 净土都要这样 何况其他法门呢 你怎么可能离开波日 换句话说你任何法门 你都不能违背波日 你也不要把波日判成二十教 判成通教 判成那个偏教 都没必要 所以说呀 波日法门可以没有其他呀 其他法门不能没有波日 波日法门你可以不去念佛 你也可以不去散话头 你也可以不去学这个那个 但是其他法门你不能没有波日 不管你念佛看话头 或者说其他的为师这个那个的 你都得有波日 你没有波日 你就不是佛法 你学习波日的 你可以不学其他 你都一切法风的 把一切闲线都破掉了 你还学那些干什么 你自然就不学了 你还要去学三法印啊 还要去学如来藏啊 你已经把它破干净了 你还要去学吗 你就没必要了 但是你学习其他法门的 你必须学习波日 你不学波日 你必然落在那些邪见上面 为什么呢 因为波日是无所得呀 其他都是有所得 这个无所得可以容纳有所得 有所得不能容纳无所得 就像虚空可以容纳万物 但是万物不能容纳虚空 为什么 万物都是持有的 你怎么容纳别人 你只有你一无所得才能容纳一切嘛 所以说呀 波日可以向下兼容一切法门 那么你一切法门 你不能向上兼容波日 因此波日是第一稀有之法 波日就是智慧嘛 就是正知正见嘛 你要谈到正知正见 你没有一个能跟波日相提并论的 你不行你可以学学那些东西嘛 你学完了之后到这里几句话就能给你破掉 你怎么能兼容波日 就是你学大成也败大 你学大成到这里照样几句话 难道这如来自还不是大成啊 下面 若是经典所在之处 则为有佛 若尊重弟子 大平经说 波日所在之处 十方诸佛就在其中啊 因为十方诸佛的正知正见 甚至称佛秘密法门都在波日经典里 因此你凡是想要供养诸佛 你想要面见诸佛 你就应该供养波日 乃至读诵波日 受识波日 因为你想供佛 你没那个福报 佛已经圆寂了 就是阿弥陀佛也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也去不了 你要真的想供养诸佛 就要供养波日 读诵波日 因为波日就是佛嘛 你只有这样才能亲自面见十方三世一切佛 因为佛是觉悟的意思 并不是其他的意思 不是哪个人的意思 也不是天上有个神仙的意思 所谓的觉悟无非就是觉悟无声 领悟实相 除此之外 你还要觉悟什么呢 难道你还要觉悟一个有声 觉悟一个东西 那就不需要你觉悟了 所以说波日就是觉 觉就是波日 你有波日就有佛 没有波日就没有佛 你要想见佛 你就得见波日 你只有见到波日了 你才能见到佛 所以波日与佛无耳无比 佛与波日也是没有任何差别 你要想见到真佛呀 就要学习波日 假如你不学波日 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见佛 你见到的只是你的妄想 再者说谁也不可能见佛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间已经没有佛了嘛 你到哪里见佛 你见到的都是你的幻觉 你说你到普陀山见到观音菩萨了 那见鬼了都 你见到你的妄想了 你真见到观音菩萨 你应该拉着他的手 把他拉下来 给你坐一坐 那是真见到了 其实不是 你只是见到你的幻觉了 你别高兴太早 所以说经典所在之处 则为有佛呀 说得很明白吧 佛就在经典当中 因为佛的智慧都在经典当中 你不在这里找佛 到哪里找佛 若尊重弟子 若是吉的意思 就是以吉的吉 这是说呀 只要经典所在之处 这里面不但有佛 而且还有诸佛 佛菩萨以及佛的诸大弟子 全部都在这里 所以说若尊重弟子 若是吉的意思 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为什么说佛的弟子 也在般若经典当中呢 因为般若智慧 是三成共修的法媒 小成其实也在讲空啊 只是他空的不彻底而已嘛 一切身为原觉诸大菩萨 都是从此而出啊 都是在修这个般若法门 因此经典所在之处 不但有佛 同样还有文书普贤 以及佛的诸大弟子 所以说若尊重弟子 尊重就是道德尊重吧 佛的弟子都是普遍受人恭敬 这叫尊重弟子 就像乔臣如据说是凡王的师父 家师据说是帝氏的师父 这就叫尊重弟子 人家道德尊重嘛 前面 经典所在这属于法宝 即为有佛 这属于佛宝 尊重弟子 这属于僧宝 就是经典所在之处啊 这里面就会有三宝 加持 隆天拥护 就像佛的真身 塔庙一样 尊贵无比啊 你就可以看看金刚波日 有多么殊胜 下面再请问名字 尊重弟子 白伯颜世尊 当何名此经 我等云和凤池 上面说此经最为殊胜 如果收拾独宗 祈福最多 经典所在之处 极为有福 那么既然有这么大的功德 所以大家听了之后 都想授施独宋 因此 须佛提问佛 世尊 应该怎么称呼这部经典 众生应该如何信受奉行 佛告诉须佛提 这部经的名字 可以叫金刚波日波罗蜜 仪式名字如当奉持 这是用金刚比喻波日智慧 这取的是金刚能断一切的意思 因为金刚是金属当中最尖利的东西 可以说尖固锐利 无尖不摧 它能破坏一切 就像那个金刚楚一样 波日是法中之王 在一切方法当中属于法中之王 他的智慧超胜 所向披靡 能破斥一切斜之斜见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叫金刚波日波罗蜜 而众生只需要依据这个名字 根据这个道理去信受奉持就可以 所谓的奉持也不是另外有别的办法 你只要依文解义 明白金刚波日无所住的宗旨 看破放下一切不住 这就是在奉持了 另外没有什么好奉持的 根据金刚经所说的道理 去看破放下一切不住 修行就是这么修的 你别嫌简单 你能做到就谢天谢地了 谁能做到一切不住 谁能练活练到一心不乱 你没有个几十年功夫 你根本就做不到 所以说以示名字如当奉持 根据这个名字 根据这个道理去行就行了 所以这和下面解释这个名字 所谓金刚波日波罗蜜 佛说波日波罗蜜 则飞波日波罗蜜 是名波日波罗蜜 所谓的金刚波日波罗蜜 我们首先要明白 这个金刚宝啊 金刚处所到之处 是无间不摧 无物不碎 那个波日所到之处 是无法不空 无邪不破 你只要有这个波日之位 还不需要你有 你只要学学这个中观就知道 无法不空 无邪不破呀 正是因为横扫一切 无依无德 这才叫做金刚波日呀 反过来 假如你有一法不空 有那么一法可得 那就不能叫金刚波日了 为什么 那这一法你还没有破掉的 你还没有 就算你把其他都破掉了 但是你不能破掉最后的一个佛法 那你就不能叫金刚波日了 因此你必须把金刚波日 这个终极真理 无上佛法也要彻底打破 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执着 就对这个金刚波日 要明白一切邪正迷雾 都是你的虚往分别 那就算金刚波日 它也是空不可得 你根本就不会被这个金刚波日所迷惑 只有这么关照 你才可以叫做金刚波日 你必须要有横扫一切的见解 你才称得上是禅宗 称得上是波日 反过来如果你执着这个金刚 迷恋这个波日 你以为金刚波日 就是千真万确 亚导一切 对于佛法总是难分难舍 那么这就成了最严重的执着了 哪里还称得上金刚波日呢 你就迷惑颠倒去了 佛说波日波罗蜜这一句 佛为了开示众生入佛之间 佛为了让众生开始侮辱佛的之间 所以用了二十二年时间 反反复复 不言其凡 到处宣说摩波日波罗蜜多 而弟子阶级为六百卷大波日经 唐僧整整翻了三年时间 最后三年时间全部用来翻译波日 他最后三年就是奔着波日去的 他搬到玉华宫 因为在长安的事情太多 他就为了翻译这个波日经 专门到玉华宫去 而且去之前就交代了 我这命已经不长了 我这人生命 我这翻译完之后 我必然要死 怎么怎么样 说了一大堆 说你们不要懈怠 不要夸辛苦 抓紧时间翻译 你说唐僧是唯师宗的祖师 他最后拿出最后的三年时间 全部精力去翻译这个波日经 你说你能把波日判成二十将吗 如果波日是二十将那么偏空 那么不究竟 唐僧为什么拿这么大的精 来翻译波日经 而且是六百卷啊 那都不可能的事吗 这判将都有问题 在这说三文破那个威士是轻轻松松的 几句话的事 你怎么还把他判成二十将呢 他不判你就可以了 你竟然还判他 这都是颠倒 当然了 人家说的是佛说的 但是佛说的多了 法华经还是佛说的呢 你听哪一个的 密宗还是佛说的呢 密宗一判法汉地八道中 还全部判成显宗了 你看 一脚把你踩到地下 你没话可说 你就是显宗 他就是密宗 你看 人家叛教更绝 你听谁的 至于天台叛教 那只能把自己判到最高 绝对不会把自己判下去 这叛教呢 没道理可讲 都是自吹自泪在那里 谁承认 谁都不会承认 只有你自己承认 那叛教这个东西 只能在你本门本派之内 你可以说 大家可以承认 你离开你这个圈子 谁都不会承认 你看天台叛的叛教 花音宗会承认 不承认 唯师宗也不会承认 而我们这三度宗也不会承认 禅宗也不会承认你 密宗更不承认你了 你说谁承认你 就你自己承认自己 有什么意思 毫无意义 刚才佛说波瑞波罗蜜 佛用了22年时间 到处宣说波瑞波罗蜜 则非波瑞波罗蜜 所谓的波瑞波罗蜜 就是无声智 总归一句话 就是无声的智慧 你只有知道 一切法都是无声 你能够照见五蕴皆空 观察四大平等 无论是生佛凡生 都是必尽清净 无疑可得 你只有具备这种见解 才称得上是金刚波瑞 既然我们以无声作为波瑞 那就应该不但万法无声 就是连这个金刚波瑞 也是本来无声 毕竟清净 这才是金刚波瑞 因为波瑞是能观的智慧 外面的诸法是所观的境界 那么假如有所观 可以有能观 就是假如有外面的境 可以有能观的心 现在既然没有所观的境 哪里还有能观的心呢 因为你说了一切法无声 就是没有一切法 就是没有所观的对象 既然没有所观的对象 哪里还有能观的智慧呢 所以你也就不要执着 你这个波瑞智慧了 既然没有一念 哪里还有三千的 你说 如果真的有一念 你可以有三千 现在根本就没有一念 哪里还有三千 既然没有生死 哪里还有涅槃 因此没有波瑞 如果你一定要执着波瑞 执着这个佛法 你必须要有一个道理可得 那就不是金刚了 更不会是波瑞了 你就被他给降服住了 你何况还要扶他呢 因此所有的波瑞波罗蜜 并非石油波瑞波罗蜜 如果石油波罗蜜 反而不是波瑞波罗蜜 所以佛说波瑞波罗蜜 则非波瑞波罗蜜 就是没有这回事 都是方便 都是对质 用完了就丢掉的东西 不要知乎 是名波瑞波罗蜜 波瑞非波瑞 这才是真波瑞 并不是非要有波瑞 才是真波瑞 真正的波瑞 你才能称之为波瑞 你这个假波瑞 你就不能称之为波瑞 只有知道波瑞非波瑞 本来就无所谓波瑞不波瑞 你也不要知说这个波瑞不波瑞 这才是佛所说的波瑞 因此说 是名波瑞波罗蜜 这就积飞是名嘛 所谓积飞是名 那么既然没有波瑞 你为什么还要说有波瑞呢 你说这不是多余吗 现在说了 不但没有波瑞呀 同样也没有人物 可是众生为什么还要执着呢 你说的不是废话吗 你说我既然没有波瑞 你为什么要说波瑞呢 现在同样也没有众生 也没有人物 也没有外面的一切法 但是你为什么还要那么私私的执着 假如众生不去执着 那佛何必还要说这个波瑞呢 正是众生都是邪知邪见 迷惑颠倒 所以诸佛菩萨才要假借这个波瑞 破是你的邪迷 如果破了邪迷 何必还要波瑞 这就是波瑞的用处 波瑞就是破你的迷惑的 破了你的邪知邪见 就不需要这个波瑞了 你既没有邪迷 也没有波瑞 更无所谓 菩提涅槃禅定解脱 毕竟来说呢 根本没有依法可得 这才是所谓的波瑞 因此波瑞虽然是空的 文字虽然是假的 但是为了众生啊 这还是不得不说呀 因为大家都在执着嘛 你不说能行吗 如果大家都成佛了 你可以不说 现在都不是 如果你不说波瑞的话 你怎么只是这个佛法 那么现在就算我说了波瑞 但是不管我说又不说 这些无非都是波瑞 所以你也不需要排斥言说 这才算是波瑞 因为一切法都是佛法嘛 难道文字言说就不是佛法了 所以你也不要排斥言说 才算是波瑞 因为言说本身就是佛法 你排斥言说干什么 所以说问题并不在于言说 也不在于你不说 这件事就看你怎么去认识 就看你怎么去解释 如果你善于理解 那么你说也可以 你不说也可以 不管你说又不说 或者无非都是佛法 无非都是波瑞 因此经上有句话叫 言蛮大千未尝一言 从始至终未说一字 都是在讲这些道理嘛 这就把极非世民说了一遍 下面 修体以欲迎合 如来有所说法谱 前面说 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非法非非法 现在又把它起了个名字 叫金刚波日 而且还要让人受伸不诵 那你这种说法 就显得前后颠倒 自相矛盾了 你刚开始说 如来所说的法 都不可取不可说 非法非非法 那就是没有佛法 现在呢 你又起了个名字 叫金刚波日 让大家收拾读诵 你不是得前后颠倒 所以佛问虚不提 你以为如何 如来成道以来 是否有所说法 就是破大家的迷惑吗 虚不得回答 世尊 如来出世以来 根本没有讲过一个字 如来成道之后 同样也没有说过一句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来也是因缘所生的 他也是碰无自信 他没有自信 就是没有如来众生 你没有如来 硬要执着如来 这就是你的妄想了 那就跟如来没有关系了 但是你妄想执着的如来啊 就是根本没有的如来 既然根本就没有如来 如来又有什么可说 这是一点 那么现在就算如来在这里说法 但是言说呢 本来就是性空啊 你得知道啊 言说本来就是性空 文字也是寂灭 如来呢 更是了不可得 你观察一下 如来哪个是如来 是如来的身体是如来呢 还是离开身体有如来 你这么找来找去 就会发现如来 哎呦你不可得 它只是你的一个妄想 你如来尚且不可得 哪里还有佛法可说呢 又是谁在说法 如来说来说去 也无非是说明这个道理 你怎么能听到佛法 就制作佛法 再来说了 我们现在用有无四句 推求如来尚且不可得 何况如来所说的法 又怎么可得 有无四句 就是有是一句 无是一句 亦无一无是一句 非有非无又是一句 这四句 你要说有佛的话 不出这四句 要么如来是有 这是一句 要么如来是没有 这是二句 你要么这个如来 又是有又是没有 这是三句 要么如来呢 又不是有 又不是没有 如果这四句 都不能成立的话 那就说明根本没有如来 那既然没有如来 哪里还有如来所说的法 所以说这些都是你的妄想 都不是实实真相 因此如来实在没有所说 我同样没有所闻 这都是为了迫使妄想 才会说如来实在没有所说 那么既然没有佛法 你何必还要说这个佛法呢 现在说了 如果众生都能大彻大悟 当然不需要佛法了 可是众生都是无名颠倒 歇知歇见 你怎么能不跟他讲佛法呢 如来不说 那就不足以开悟众生 你不说佛法 你怎么让众生 开始侮辱佛日之间 众生不听 他就不足以转换成圣 他不听佛法 不学佛法 他怎么转换成圣 所以说不听也得听啊 如来为了接引众生啊 所以说不得不说 因为众生都不是你的境界 众生都是贪神神 你不说能行吗 反过来众生为了成就佛道 因此不得不听 你不听佛法 你怎么解脱 你听外道法 你永远不能解脱 尽管大家有人在说 有人在听 但是这些说听啊 都是因缘所生的说听 因缘所生的说听啊 就是不生不灭的说听 你看这里面 既没有能说的人 也没有所说的法 因为你都是因缘生的嘛 如来虽然在说 但是根本也没有说 因为连如来都不可得嘛 善机虽然在听 其实从来也没有听 因为本来就没有善机 众生认为有一个如来说法 有一个众生听法 这只过是我之法之嘛 你老是执着 有一个人有一个法 这就是你的妄想执着 这哪里会是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啊 必须是离开你的颠倒梦想 那才是事实真相 而一旦离开你的颠倒梦想 哪里还有真相 所以你也不要执着真相 徐古迪白火炎 世尊如来无所说 如来啊实在没有所说 为什么 因为如来也是五因击聚 四大所生的如来嘛 他也是父母所生的如来嘛 这里面上下没有如来可得 又有什么如来可说呢 中文观如来品 破如来都是破了很多了嘛 现在纵使如来有所说法吧 但是如来说来说去 无非还是为了说明 诸法事项一切皆空这个道理啊 所谓的一切皆空 毕竟空啊 就是一切法归根结理 都是毕竟不可得 因此如来所说的一切法 也同样是归根结理 毕竟不可得 这里面既没有人能说 也没有法可说 更没有一个字可得 所可得的只是一个妄想 但是你这个妄想更加不可得 就是我们认为如来有所说法 那只是你的我之法是吗 这都是你的颠倒梦想 但是你颠倒梦想的东西在哪里 你根本就不可得嘛 你说在哪里 这就把如来说法给破了 总的来说 你认为有如来是我之 有如来说法这是法之 正是我们执着我法了 才会认为有一个如来在说法 如果你离开这些执着 你不会有这种见解了 还是那句话 你要真的搞清楚无声 就没有这么多事了 哪里会有这么多问题 说来说去都是些细论 直接学无声就可以 其实用不着研究这么多经典 依据无声就足够管用了 徐普提 于亦云合 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温尘命为多佛 上面文是说佛法是空的 下面再说一正空 一就是一报 正就是正报 上面说如来无所说 这是说佛法空 现在再来说世界风 比古提 甚多是尊 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微尘命为多佛 回答 非常多 为什么 因为只有积聚无量微尘 才能成就一个世界 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 只有积聚无量无数的原子 粒子才能堆成一个世界 这一个尸体的微尘 粒子 原子 质子 尚且多得 无法计算 何况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的微尘 又怎么可以思维议论 你想都不用想 想想不到 佛告诉徐古提 诸微尘 如来说微尘 世明微尘 如来说世界 非世界 世明世界 我告诉徐古提 微尘和世界 这二者都是彼此相待 互为因果 无论前后一彼 都是空不可得 现在微尘 合起来就是世界 你把那个微尘 原子 粒子 聚集起来 就是世界 世界呢 是从它而生的 对不对 世界也不是本来就有的 所以它没有自信 为什么 因为微尘 聚集起来 还是微尘 另外没有多出世界 粒子聚集 还是粒子 没有多出一个原子 同时呢 世界毁坏之后 又变成了微尘 微尘也是因它而有的 它同样不是真实 如果你说 没有世界之前 先有微尘 没有世界之前 先有这个微尘 粒子 原子 质子 那就成了 本来就有了 你说这个上帝粒子 是本来就有的 那本来就有 它就是无因而有 但是无因有果 但有言说 这件事你只是 说一说而已 根本没有这种道理 将来你这个无因之果 本来就有的上帝粒子 早晚就要被人推翻掉 都不需要我们去破 自然就会有人给你破掉 无因有果 但有言说 这件事只是说说而已 总是没有微尘 没有什么上帝粒子 本来就有的那个粒子 没有 因为你那是一个无因之果 不可能成立 没有这种道理 如果你说 我微尘前面还有微尘 我原子前面还有粒子 粒子前面还有质子 你这么推下去 就有一个无穷的过失 无穷啊 就像戴尔文那个人是猴子来的 猴子又是从鱼来的 鸟来的 鸟又是鱼来的 鱼又是什么细胞乱七八糟 你这么一直推下去 就有一个无穷的过失 你永远都找不到原因 为什么 逻辑出问题了 这不是找原因的方法 无穷又有一个无因的过失 就是你永远找不到原因 但是你没有因就不可能有果 所以说你这套理论得作废 你不能解释生存何来 就你进化论啊 那么既然没有微尘 哪里还有世界呢 所以说微尘世界 只是你的一大妄想 其实来说呀 根本就不成微尘世界 原子离子就是你的一大妄想 根本就不能成立嘛 原子再往前分 一个劲的往前分 就是无穷 无穷就是无因 无因就不会有果 这套理论作废 如果你说我这个物质 分析到最后不能再分了 只能分析到上帝离子了 这就成了也是一个无因之国了 无因之国更不可得 你怎么弄都不行 都不能解释这个真相啊 都解释不了 这就说明啊 所谓的微尘世界 只是我们的一个妄想 其实来说啊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微尘世界 因此如来才说 微尘非微尘世界 非世界 微尘世界并非实有微尘世界 所谓非微尘非世界 而是本来就没有微尘世界 这才是如来所说的微尘世界 这也是众生执着的微尘世界 因此说 世民微尘世界 既然是这样 你为什么还要说这个微尘世界呢 既然没有微尘世界 你佛为什么还要说呢 我说有微尘世界 是为了迫斥微尘世界 就佛为什么要说这个四大四威呢 原子粒子呢 说这个东西是为了迫斥这个东西 并不是说有微尘世界 就有微尘世界 而是夹界微尘世界 说明没有微尘世界 让人对于这些微尘世界 远离一切分别 因此才要说 说有微尘世界 那就跟我们说的不一样了 我们说什么就执着什么 不说什么是为了破什么 绝对不是说有什么 因为大家都执着微尘嘛 都执着原子粒子 什么四维五维空间嘛 都执着这些玩意儿 所以佛也就跟着你说 说这个是为了破你 所以你也不要说 佛经都是佛说的 佛说的都是真之不虚 佛经确实是佛说的 但是你要搞清楚 佛说什么就是为了破什么 你得明白这一点 你不要把佛说的做石楼 下面再说正暴空 正暴就是我们众生的五音身嘛 徐古提 于银河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后 三十二相呢 是佛硬化世间 事先的形象 也叫硬身相 师徒跟说呀 随着严护提人的众生的喜好 所以事先三十二相 众生都是见相生心嘛 谁长得漂亮就喜欢谁嘛 所以佛也就根据众生的执着 贪心 事先了一个三十二相 相貌庄严嘛 大家见到佛里欢喜亲近了 你长得像我们这个样子 谁喜欢亲近你 杜众生啊 你也要相貌庄严嘛 得有法相 没有法相 你得有位仪啊 你什么都没有 你怎么让众生对你起功领起 三十二相呢 不仅仅局限于佛 就是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 这得搞清楚 居租三十二相的人啊 在家就是伦王 统领四天相 出家就是法王 那三十二相怎么来的呢 这都是修来的啊 都是修来的 我们看看我们长的样子 就知道我们前辈子修的怎么样了 你看我们脸上一个点一个点的 这都是前世没修好啊 他一年的麻子 你看我这样子都这样 没修好照着镜子就知道了 不要说是更高我慢 你离那个成佛修行差得远啊 你说你是哪个菩萨在来 你先看看你什么德行长的 你说你登地菩萨 登地菩萨精灵的样子 你得有几个相好你看看 凡是讲那种话的都是些骗子 众生多数都是执着三十二相 见到佛的相好庄严 摆好婉转 所以以为呢这就是如来 所以佛们却不提 你以为如何 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 就是你见到三十二相 事后就算见到了如来 三十二相简单介绍一两个 第一是足按平向 足底是平等 二呢是千佛轮向 脚上还有法轮的形状 三是手指特别纤长 四是手足柔软可以翻过来 而且呢五指之间还有漫网 就像额掌一样 手指一打开又漫网向 还有手长过膝 而毛孔青色 而身金色 身体是金色的 你看看 谁有谁的身体是金色 都没有 都别装了 什么称呼这个那个的 而且身光面各一丈 就身上放光啊 周围都是一丈长的光明香 你说它是巴黎菩萨 哪个有这种香 都是些骗子不是 而且皮肤细滑香 两叶满 深入狮子香 而且还没长四十个牙齿 牙齿是又白又密 四十个牙齿 繁衣深远 广传色香 舌头伸出来 能舔到额头的 白号婉转香 颜色呢跟金睛香 那更厉害了 那不知道什么样子了 眼睫香牛王香 牛的睫毛很长啊 佛的眼睫毛特别长 顶上还有肉脊像 光这个像我们谁都没有 就是那些冒充佛菩萨的 你对照一下就知道了 这些都装不出来 福也世尊 何以故 如来说三十二象 即是非象 实名三十二象 西伯迪说 不可以三十二象 见如来 就不能把三十二象 当成如来 更不能见到三十二象 就说见到了如来 因为凡所有象 皆是虚妄啊 大家不要忘了这句话 这里面一象都不可得 何况三十二象呢 佛虽然有三十二象 不过这三十二象 也是因缘所生的三十二象 它也是血肉所称的三十二象 它最终还是要生灭变异 无常败坏啊 你怎么能把这种念念生灭 无常败坏的身体形象 看称是如来 如果以三十二象 见如来 那么如来灭多之后 身体灰灰烟灭 到了这个时候 你要去哪里见如来 所以说如来的三十二象啊 只是为了教化众生 才要视线三十二象 如果你连一象都没有 你还怎么接应众生呢 你长得跟众生都差不多了 你怎么接应众生 因为众生呢 都是见相生心 助相求佛 看到哪个佛 盖得大就往哪里佛跑 所以如来也就 随着凡夫的执着 他要视线三十二象 尽管你视线三十二象 不过这种身相啊 也仅仅是五音积聚 四大所称的身相 纵使它是奇妙殊特 物与伦比吧 神也整不过你 不过呢 你也就是因缘所生的东西 你也是空无自信的东西 倘若究其实质啊 连个如来都不可得 何况如来的三十二象 大家不要被这个身相给迷惑住了 你要通过它的身相 见到它的实质 要领悟到它的空性 如来都不可得 何况又如来的三十二象 因此所谓的三十二象啊 并非实有三十二象 下面是名三十二象 如来的三十二象竟然没有一样可得 这就是众生所执着的三十二象 这是多么的让人悲伤吧 如来微德自在 福慧无量 三十二象近在眼前 你想要找他一个形象都不可得 何况其他的男女 没丑 是非善恶之相 又怎么可得 因此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 你但有所得 无非都是妄想 因此你不能见到三十二象 就执着三十二象 这就结束了 不要见相生心 不要见到哪一个东西 就算见到佛了 但是我们现在佛教内部 都是这种教育 都是让你见相生心 大部分都这样 讨论一下 空心静坐就住在座上了嘛 应无所住嘛 就是你不要住在禅定上 就那样子 当然了 你想通过静坐来达到无所住 这也可以 前提是你得明摆无所住 你不要住在禅定上 空心静坐就把禅定当成修行的目标了 好像一辈子就是为了打坐了 修行就是为了打坐 别的什么事都不干了 这就住在禅定上了 因无所住就是一切无助 连禅定也不要住 只要因无所住 这就能达到禅定的作用 你坐禅无非就是 培养你的定理 对一切都不执着嘛 离开一切之多 当然反过来你只要做到一无所住 这本身就是一种禅定啊 你何必另外修定呢 就不需要了吧 当然你刚开始没有这个定理 做不到无所住 那么你在静中修一修定 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观念要有 有了这个观念 你在空心静坐 问题也不大 说实话 静中自己打坐 洞中呢就是锻炼无助 就可以 这个般若法门的修行方法就是无所住 他也没有让你念佛 也没有让你参禅 就是一无所住 这本身就是禅嘛 本身就是在去修定啊 你一切法都 都不畏所动了 一切法都不执着了 这不是禅定是什么 任何现象都不能扭转你了 这不是禅定了 这就无所住啊 无所住本身就是修禅修定的 如如不动啊 任何境界现象都是一无所住 这不离空心静坐强迫了吗 您刚才说 我们想请问一下 但是刚刚那个时刻过你的 中心静坐来 来许住 然后去修行 一个念五度 那如果按照您刚刚说的 不需要 就是如果你知道的 你不需要去借助 修行过啊 感觉啊 这些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念念佛 不出一切境界 这个很难呢 这个当然难了 但是其他的也没那么容易 念个佛 你能念到一心不乱吗 什么都不容易 你数个呼吸你都数不到 你数到第十 你根本就数不到十 跟你说 你数个一二三就乱了套了就 数个呼吸都不容易 何况是不住呢 就是用功啊 没有一个什么事的 没有一个说是安得容易的 都难不是无所处难 你空心静坐你能静得住啊 你坐不到几分钟你就睡着了就 要么就大忘想了 没有一个容易的 不是说无所处难 都难 你看那念佛的 有几个念到一心不乱的 有几个打上一片的 慢慢来嘛 慢慢锻炼 必须拿出二三十年 四五十年 一辈子的时间来 慢慢锻炼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 道理明白是明白了 很简单 但是要做到 你一辈子都不够 我估计 十辈子百辈子差不多 功夫得慢慢用 这个就不能锻了啊 不要老是想着啊 今天听了明天就做到 哪不可能的 谁能做得到 佛还要修个几年的 阴光大师要闭关二十年的 哪那么容易 念佛都要二十年闭关啊 都不容易啊 这个不能锻于求成 你锻也锻不来嘛 那就没锡了 有锡慢慢来嘛 一点一点做嘛 关键机没有用 功夫都是一点一滴机 起来的嘛 念佛也是啊 没有个二三十年功夫 你能念到一心不乱 那不可能吧 应该 徐云老婆上都用功 用到七十岁才出山啊 那五六十岁才大彻大悟啊 哪那么容易 出家家之后都是苦行 筑山洞 三不一拜 拜了三年 拜到那的五台山 你说哪个容易 你说 就事前你做点事 赚点钱都不容易啊 没有容易的 那当时说 反正莫洛的社会 内容到工作和工作当中 一点点的去 比如说烦恼 喜乐 战略 来了 都是去关闹了他 然后去做两个产品 无所住嘛 不执着 来了来了 离都不要离他 彻底放下 管都不管 一刀两断 什么破事都要放下 你管他干什么 就是烦恼来了 不要继续就可以了 这就是功夫啊 你做产品 无非是达到这个效果嘛 你用了产品功夫 什么境界都不能扰乱你的 你不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效果 现在境界来 你根本就不理他 不管他 不要继续他 这不就可以了 这么弄的话 什么东西都转不了你 什么烦恼都障碍不了你 那得慢慢锻炼吧 又天塌对线 跟你也没关系 你都得这么去关照 就说小命一条 你有什么打不了的 有什么破事放不下呢 就是放下 不管 慢慢锻炼吧 我们也是在锻炼之中嘛 我们也是在锻炼 锻炼的其实也不够 怎么还没机会呢 你机会多的是 你这辈子死了 过四十九天 你又投胎了 你机会多的是 四十九天不就投胎了吗 投胎重新再修吗 这多好 你怕什么呢 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 你只要受持独送般若 你生生世世都不会堕得恶道 诸佛菩萨都佛眼观察你呢 护念你呢 你怕什么堕落呢 你堕落不了 你这辈子只要听闻般若 下辈子继续修行 你永远都不会堕落 否则是佛不就打妄语了吗 你不要担心下辈子堕落 拿听到佛话了 没那回事 我们不现在我们也没上天 我们也没成佛 我们现在不照样学习佛吧 对不对 不要被人吓住了 好像你不念佛 不往生 你下辈子就没要可救了 下辈子过四十九天 又是一条好汉 你继续修行吧 继续学佛吧 不要急 你急不来的 这辈子机会就在眼前 你回头就可以锻炼了吗 你出了门都可以锻炼 怎么还没机会了 达不到下辈子继续 佛都是三大阿僧七 现在修成佛的 什么概念啊 哪都想象不到吧 所以说功夫很难用 不是说阿姨不登天了 生生世世慢慢来 之所以着急 你就是你不相信下世 你老是以为这辈子死了 就没有了 所以你急 你急着去贪图享受 你急着去吃喝玩乐 好